我和我兄弟王菲是大学的上下铺兄弟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关系非常好 我做什么事都会想到彼此 就连他上大学时候追女生也是我帮他去追的 大学的那几年时间 我们两个如影随形 仿佛就和亲兄弟一样 转眼间大学的四年时光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 进入了社会 每天努力赚钱 为了以后拼命的积攒 我其实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国家单位上班 虽然说每个月工资不高 但还算稳定 我兄弟他在外地创业 听说混得还不错 听到他过得好 别提我心中多高兴了 大学毕业后两年 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我跟我老婆是相亲时候认识的 由于我姑姑和他妈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就介绍我去相亲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安安静静 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第一次对他感觉比较好 他对我的感觉也比较好 所以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 不久后我们就结婚了 他们家问我要了五万彩礼 虽然五万块钱不多 但是对于我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 后来没办法 硬着头皮也给了他们 结婚的时候非常热闹 我兄弟也从外地赶到了我家 结婚后不久 我兄弟就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问我借了三万块 我想都没想就借给他了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孩子都要上小学了 由于孩子的学校离家比较远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商量 想买一辆汽车作为家用 去哪儿也方便 我老婆也同意了 可是我手上的钱不够 还差一点 这个时候就想起来 以前我兄弟借了我三万块 这都几年了 也没还我 我觉得他可能忘了 所以我就亲自到他家拜访了他 顺便说买车这个事 刚到他家的时候 我惊呆了 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一股 有一股很浓的中药味 见到我后 兄弟给我倒了一杯茶 说不好意思 家里有点乱 又问我来有何事 我问他怎么过成这个样子了 他哽咽地说 原来他的爸爸早就去世了 他一开始创业确实不错 但是由于爸爸去世 妈妈没人照顾 而且家里的积蓄都自并用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就一直在家照顾他妈 听到这些 我心中很不是滋味 没想到我兄弟过成了这样 然后我也没提起此事 安慰了他很久 快要走的时候 又给了他两万块钱 昔日的阳光帅气男孩 被生活折磨的遍体鳞伤 我为他也默默地流下了泪水